中美关系在美国表示要中国驻休士顿使馆关闭后进入了新的地点 两国关系自建交来罕见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 美国之音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近日的一场演说内容就被外界只称是临战宣言 让学者忧心两国或将会加速脱钩行动 蓬佩奥在其家乡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自由与暴政之间选边站的重要政策演说 这篇被普遍视为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讲话引起了北京的强烈反应 中国的一些体制内以及自由派学者对美中关系不断恶化 可能导致两国脱钩以及战争风险升温表示了担忧 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对于蓬佩奥此番演说回应表示道 希望与美国实现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但必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民族尊严 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发展权力 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并称中国方面不会随着美方起舞 但是也绝不容美方胡来 另外也将双方关系面临困难的原因 全部归咎于美国 指称美国近日的举动是为了要打压中国的发展进程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称 蓬佩奥的这一番演说 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社会制度进行恶意攻击 对中国内部政策外部政策进行了无端的指责 上海国际问题学者沈丁里则表示 蓬佩奥的讲话反映了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 将近50年以来 美国对北京在履行其国际义务 以及许多重要承诺的全面失望 沈丁丽曾经担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他认为蓬佩奥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 发表这样的中国政策演说既正常也不正常 沈丁丽表示 川普与蓬佩奥将中国视为敌人就是所谓的不正常 中美两国作为正式的合作伙伴起码不是敌人 沈丁丽教授认为 蓬佩奥的演说以及美方施压的举动 不会对北京决策层起到积极的作用 反倒可能会加剧美中之间的对立 致使战争的风险升高 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增加对美国这种反动的制度的 更加消极的看法 而被记者询问 双方关系会朝向哪里发展时 深丁丽直言 断交 或者打仗 当双方把彼此的领事馆全部关闭 彻底的脱钩了 政治脱钩 经济脱钩 文化脱钩 之后大家了无羁绊 打仗就没有损失了 另外自由派学者 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宏表示到 对于当前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趋势非常担忧 他表示不明白北京政府 为何坚持那些受到华盛顿所批评的做法 而那些做法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很难说 对于北京是否具有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 这一位经济学教授认为 中国政府应该要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胡新斗教授则表示 对于中国来说 要深化改革开放 朝着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方向进行改革与开放 凡是违背市场化 法治化与国际化的改革都不是真正的改革 那是反改革 可惜的是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反改革倾向 而当前最让人感到忧心的 莫过于中美两国的紧张局势是否会从冷战走向热战 在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荣健表示 蓬佩奥国务卿的演说 对于中共无异于是一个临战宣言 究竟是冷战还是热战 目前还不好确定 但是从冷战走向热战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了 毫无疑问的 美国两党对于中共的态度和立场基本趋于一致 即使下一届总统大选出现了政党轮替 民主党政府对于中共所制造的压力 绝对不会比共和党要轻 问题在于 在美国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 中国是否会调整目前的内外政策 也就是说 是否会按照川普政府所期待的那样 至少能够回到邓小平的路线上来 但是荣建认为可能性并不大 中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纠错以及调整的机制 或许在部分的领域 北京执政者会有进行让步的可能性 比如南海问题 因为中共根本没有做好 和美国进行一场热战的物资 以及精神准备 撤出理由可以非常冠冕堂皇 为了南海和平 不过理所当然的 如果真的这么做 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信誉 也会面临到极大的挑战 从上述多位学者的观点来看 自中国驻休士顿领事馆关闭 到蓬佩奥的对外演说中都能窥见 中美关系的未来让人感到忧心 而美国大选将至 候选人都释放出了强烈的排中讯息 只怕两国局势会走向更糟的冲突地步 香港经济日报综合中国官媒 环球时报报道 中美之间开始互相的关闭对方领事馆 使得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李海东认为 川普应对11月的总统大选策略 已经日渐清晰 也就是通过制造美国国内分裂 以及国际对抗以争取支持 这代表着他可能因国内选情的变化 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 其中包括了挑起军事争端以及冲突 以拉高支持率 在此背景之下 未来三个月将成为中美关系 最具有挑战的时期 也可能会出现高度不可预测性的事件 事实上出于选举的需要 川普政府已经提前的 采取突破底线的措施 中国外交学界原本判断 至大选前 也就是9月到10月 美国才会对中国采取底线试探 但由于川普的支持率太低 需要提前进入决战阶段 否则就会提前出局 因此美国毫无预警地 突然勒令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 显示出美国已经提前对中国 采取底线策略 中美关系在大选前的这三个月 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 可能出现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对于互相关闭领馆 有外交学者表示 这当然是外交关系紧张升级的表现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 如果是孤立事件 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例如俄罗斯2017年 也被勒令关闭了驻三番市领事馆 从两国的关系 以及市场反应来看 都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 相反的 真正的决定性事件 是2014年4月的金融制裁 以及2018年的能源国弃制裁 因此 如果本次的事件 是作为美国全面收紧 对中战略中的关键一环 则可能会产生骨牌效应 蓬佩奥就发表了针对中共的演说 正在加大这一个猜测的可能性 而这无疑挑动了中国 绝不可撼动的政治底线 将中美之间的战争状态 从经济 科技 金融 引向了政治 因此被外界视为开启 新一场冷战的新铁幕演说 美国若对中国采取政治遏制战略 则很有可能将双方导向 军事摊牌的结局 未来三个月 中美双方可能产生的 高风险冲突点有三项 第一项 在台湾以及南海问题 以及朝鲜半岛问题上 双方可能会产生 直接的军事擦枪走火 从目前平凡的台海行动上 就能够看到 双方似乎都已经做好准备 等待对方先打响第一枪 第二点 经济和金融对抗 可能会引爆战争 包括了对于华为断供 针对港版国安法的金融制裁 都可能会加剧双方对抗 第三点 外交对质升级 引发冲突 目前双方开始关闭领事馆 若此事持续升级 可能会演变为驱逐外交官 或者断交的局面 若真是如此 将大幅度的提高双方 从冷战走向热战的可能性 不管最后是否真的会发生战争 中美双方都应该要极力的 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为中共所承诺的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份 但是遭逢中国经济下行 以及全球公卫危机的影响 今年两会甚至是没有定书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 而实现全面小康的承诺 似乎也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了 但是中国统计局长却表示到 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中央社引述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 林吉哲刊文表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 决胜决战实现目标必须加快补短板的文章 其中文章的承诃直接的写道 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的部分 文章列举了九点 宣称是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奠定了基础坚实的基础 这九点分别是 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经济结构逐步改善 基础设施日益完胜 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加强 创新引领作用凸显 文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基本公共服务持续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呈现新气象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并且在文末宣称中国经济稳忠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疫情冲击总体可控 有基础也有条件能够补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象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美国、英国一方面强烈的谴责此举 实际上消灭了香港一国两制 也剥夺了港民自由与民主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也迅速地出台政策应对 加拿大、澳洲也在随后宣布 停止与香港的引渡条例 相比之下 欧盟国家虽然表示了谴责北京对香港的做法 但并没有明确的行动表示 直到近日 欧盟公布准备因应港区国安法 提出限制对港出口 综合法广与中央社报道 路透社引述了欧盟一份草案报道说到 欧盟将限制用于监视 或者镇压的设备出口到香港 在此期间 欧盟不会与香港展开任何新的商讨 路透社记者报道称 该份文件获得了欧洲大使的支持 欧盟在报告草案中表示 欧盟将会限制出口特定的敏感技术 以及设备到香港 尤其是在有理由起义的情况之下 用于截取内部通讯 网络监视等等用途的设备 将不得出口到香港 欧盟对于中国实施港区国安法 表达了严重关切 27个欧盟成员国今天达成共识 同意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 包括限制贸易以及审查与香港的签证协议 这一份由欧盟使节支持的文件提到 欧盟将会进一步审查以及限制 用于香港的特定敏感设备 以及技术出口 特别是有理由怀疑相关设备或技术 恐怕会被不当地使用于内部镇压 拦截内部通讯或网络监控 这一份文件目前预计会在本月28号正式生效 另外传出了 欧盟本次准备的决策当中 还包括了与香港的避难协定问题 增加与香港学生以及大学的合作 引渡问题等等 这份草案下周二发行 已经得到了欧洲理事会的同意 同时勾画了一个联动的一篮子机制 应对港区国安法 这一个机制将通过欧盟统一或者成员国来执行 但是并不准备针对中国政府 或者中国的政府官员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 从6月30号以来 港区国安法引起了欧盟对香港问题的关注 欧盟曾多次表示关切以及忧虑 本次的筹划多项内容 如果得以实践 就会从谴责正式的上升到实际行动之中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扩张行动引起多顾关注 其中美国更是在近日于该地区增加了经验频率 而南海地区的国家印尼 也开始展现武力抗衡中国于南海区域的主权宣示 中央社综合日经新闻指出 印尼海军昨天发布新闻稿表示 21号起在爪哇海 以及卡利马塔海峡海域 以及廖内群岛省星基岛 进行军事训练在昨日完成 模拟海军成功的即会抢滩星基岛的第一军 新闻稿指出 这一次演习使用了航空母舰 军舰驱逐舰 巡逻舰 登陆舰 飞弹系统 探克战车 榴弹炮 加农炮等等武器设备 参与人员包括了海军陆战队 海下搜救人员等等海军的各单位士兵 空军也出动了多种直升机参与训练 日经亚洲评论今天报道指出 印尼借由展示武力 强化印尼防卫纳土纳群岛 以及其海域的战略能力 抗衡中国对于南海主权的宣誓 印尼历年来已经多次的公开强调 中国以九段线宣称南海海域主权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今年五月份 印尼再度的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重申印尼不受制于中国的九段线 今年六月份 印尼明确地拒绝中国要求 九重叠海域协商的想法 指称该海域是印尼主权 没有协商的必要 本次军演更是明确地 回应中国方面的南海主张 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近日澳洲、日本、美国以及印度 在该地缺禁式军事演习 向中国校正的意味十分浓厚 而澳洲明确地表示出 反对中国对于南海的主权主张 中央社综合法信社报道 澳洲在提交给联合国的一项正式声明中 明确表示拒绝北京 对于南海领土以及海事的主权主张 在美中纷争升高之际 与华府更加紧密结盟 澳洲在23号提交的声明中指出 中国在南海的多个争议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包括了与小型浅滩 以及礁石上仍造岛建设有关的部分 这项声明表示 澳洲拒绝中国对于南海的历史权利 或者海事权利 以及中国对于南海的利益 建立在长期历史实践的主张 另外澳洲与美国即将举行年度会谈 这将会是澳洲因疫情关闭边界以来 首度派遣部长造访华府 澳洲外交部长潘恩 以及国防部长雷诺兹今天发表声明指出 本次的会议举行适逢关键时刻 双方有必要面对面的会谈 美中关系近几个月来明显恶化 尤其是因为贸易纷争 疫情以及北京对香港意义的镇压 而澳洲方面 自公委危机爆发后 成为了第一个要求筹组独立调查团 至中国调查病毒源头后 就与中国方面交恶 直到近日 明确地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 似乎是更加站稳了 与美国同一阵线的国同一阵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